五种长短粗细不同规格的针就是部立肌龙医院中医科中医师经常用来治疗不同疾病病人的现代针 也就是所谓的豪针 常用的有三寸、两寸、一点五寸、一寸及零点五寸五种 越长的针会用于肌肉比较丰厚或是油脂比较多的地方 像是胸部正面就因为脏器多考量病人的安全 一般比较不适合针灸 而像是美容针最细最短用于脸部几乎没有疼痛感 针灸它这个针看起来其实都一样粗 可是其实它是有直径上的差异 那比较细的针的话 比较细的豪针它的刺激量比较少 也就是说你会引起的反应会比较小一点 那我们这个一般使用的针的粗细的 它的耗是大概28到32号 那比如说像是颜面的针 因为颜面非常敏感 所以我们可能会用40出头耗的针 就是让病人在接受这个治疗的时候 不会那么有明显的痛楚的感觉这样 我们讲说胸部的话它有这个负面 还有人的背面这样子 那背面的肌肉比较丰厚 可以使用一定长度的针 但是在正面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少取血去做针灸 因为中医的针灸血里面 比较多的近针血都是在胸腹部 下面比较有脏器的地方 除非我们采用比较细比较短的针 然后去做比较表浅的鞋刺或浅刺这样子 这样对病人才比较安全 另外像是头部针灸 看起来很可怕 不过中医师表示 头部皮肤有好几层 而且有头颅骨保护 相对来说也很安全 因为我们头皮的话 其实它有分好几层 那我们在经过皮肤之后 其实很快就会到达这个颅骨的地方 那其实颅骨它是很硬的 我们这个针是不太可能串透那个颅骨 除非有新生的那种 有时候小朋友因为脑性麻痹在做针灸等等 我们必须去 有时候是点刺不留针这样子 那比较稳定可以接受留针的病人 我们才会就是把针放在他头上 然后放20分钟这样子 以基隆医院中医科来说 针灸治疗对于包括中风病人附件 甚至是坊间流行的美容养颜等等 都有非常好的功效 不过并非人人都适合用针灸治疗 还是要由中医师评估 病人当下的筋气神够不够好 才决定能不能针灸 避免晕针等不适的状况发生 判断这个病人的病情有需要针灸 而且这个病患本身 它并不是这个气太虚 或是太容易疲劳 或太容易紧张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选择方法做针灸的治疗 那如果病人心里有疑虑 或者是很容易紧张 或者是曾经有晕针的现象 或者是血压容易偏低 我们可能要跟病人好好的安抚 或是尝试比较轻的手法治疗之后 再看看下次的状况 综医师检世杰表示 现代的针都是无菌包装 用一次就丢掉的针非常卫生安全 而且有针柄适合拍针进入肌肤 我们的针具一开始是有无菌的包装 那并且我们在针灸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针身是保持 不去碰触其他东西 避免受到污染的 那在要使用的时候 再把这个包装拆封这样子 拆封开 然后用手去抓这个 比较针柄的这个部位 那因为现在还有这个针管 所以在使用拍针的时候 病人比较不会感到疼痛 针灸时病人有酸、麻、肿胀等各种反应 都是正常现象 以基隆医院中医科来说 下针后一般静置20分钟左右 就有功效再拔针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你叫我 你你叫我 你叫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